花蓮市大宗废弃物收运作业29号起正式展开 第一天是针对第五联合礼等十个礼林来执行轻运工作 市长吴嘉贤协同了主任秘书温美华到战志区来了解轻运的现况 同时也慰绕辛苦的清洁队员 而清洁队队长吴庆展表示 花蓮市今年预约的轻运户数已经达到2000户了 总轻运的件数预估会高达5000多件 清洁队的回收车像密封一样进进出出 努力载运着一车又一车的大型家庭废弃物 1月29号是花蓮市国家清洁周大宗废弃物清运的第一天 花蓮市清洁队派出了20个人力要完成第五联合礼 超过400户的预约清运 每年在国家清洁周也就是农历春节前 我们会针对家户的大宗废弃物进行免费的清运 每一个家户我们最多可以帮助清运三件 我是希望说我们花蓮市民能够来全力来做配合 我们到府上去收运的时候 我们的人员是不可以进入家户的 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也希望家户将你们要委托我们清运的这些大宗废弃物 能够自行搬到门口 那我们会来做服务 市长魏嘉贤和主任秘书温伟华 在上午特别到了战志区了解清运的现况 也慰绕队员们辛劳 市长呼吁民众要做好垃圾减量和分类工作 除了减轻清洁队员负担 也能够为环保来尽一份心力 1月29开始到2月5号 我们所有的国家清洁周的所有的一个动作 都在这几天持续陆续的开始展开 那我们所有清洁队的弟兄 也挨家挨户的 有登记的民众 大型废弃物都有在做相关的处理 那我们希望说所有的民众 也能够配合清洁队的相关的一个时间 来做相关的清运动作 那清洁队员真的非常辛苦 除了国家清洁队完了之后 还有一些消毒防疫的工作 持续在进行 那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所有民众 垃圾要做好相关的分类 那环境维护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的部分 来跟我们清洁队联络 那再来就是防疫的工作 也请大家共同来维护 再来就是猫狗 如果在公园的部分 也请大家不要随意让狗狗或猫 来做相关的便利 造成其他人的不便 那再次呼吁大家 共同维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环境 花蓮市大宗废弃物的收运作业 从1月29号到2月5号 排定个礼预约来进行 而目前总清运家户预约数 将近有2000户 清运的件数预估会高达将近有6000件 截律会换室报道 从1月30日到1月30日到2月30日到2月2日到2月30日到2月30日到1月10日到2月1日到1月1日到2月的沙发